凯米台风虽然已经过境 但是28号傍晚6点到7点之间 在秀林富士村12林山边还是陆续发生了土石摊坊 为了确保民众安全 九里江公所28号晚上9点半也开设一级应变中心 同步开设富士国小收容站 在29号也前往了富士村12林山边现场会刊 要解决土石流后的陆续处理其行 秀林项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有多数土石摊坊以及封岛墓的情况 28号傍晚6点到7点之间 富士村12林山边陆续发生土石摊坊 秀林项长文贵 秀林项名代表白秀娟白思义 富士村长张文胜29号一早 并且前往富士村12林山边进行现场会刊 也是要折合其他相关的单位 包含水保局 包含泰五个国家公园 包含人民会 欢迎县政府 我们就是已经有 上礼拜已经发文给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将这个浅室洗流区能够协助来治理 那因为有一些土地是属于太魯格国家公园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太魯格国家公园 它势必一定也要协助乡民 这个土石的状况 我们要怎么去协助 让它治理得很好 不要让他们居住环境受到威胁 经济并且前往从那村会看土石的区域 这本来就是一个浅室洗流区 只是当时可能没有登陆到那个 我们的前世洗流区的名册里面 那我们这次发生 这么又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围挤到非常多户 一到六零的住户 包含夏村的那个住户 如果土石流一来 如果是非常严重 我相信这个都会被波及到 所以我想目前刚刚大概看灾之后 我想我们首先先清淤 从我们的那个台九县开始往上 到到它的那个到底 到底全部一定要做一个清淤 不然的话他们一定会满出来 一满出来 如果再不清淤一满出来 就为几道住户 真的从了板下村民土石流区 王文贵也协助村民来清淤 现在目前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它背后这里都全部都被土石侵害 所以呢 它所有的一些 它的那个钓鱼 就是他们渔场的整个机具 包含他们钓鱼的一些工具 都现在变成是都没有办法使用 都变成一个废弃 而且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要让他 就是协助他清淤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会依照规定 依照规定来协助清淤之后 当然这相关的费用 我看看要怎么去研拟 是不是由公共们来协助 或是由他们来自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修林厢太多这样的一个 太多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我们每一个 每一处 我们也会做每一处不一样的一个决定 修林厢的文贵表示 修林厢公司除了积极清除土石流之外 同时也请随保署来协助地方 大面积土石流清除 共同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就好喜欢我们的党